在这是三月的三月的我们的秘长 在四月好运旺旺来 没错水果月历又来了 年末之际明年要用的月历 新北市议员彭成龙交由服务处主任彭一书 帮乡亲们印制完成 哪个季节哪种印井水果通通都是台湾之报 原本彭一书计划要改款 没想到询问乡亲意见竟被拒绝 大家就只想要水果月历 彭一书的那个水果月历出来了没有 真的好多人问 又漂亮因为那是我们台湾的产品 每个月每个月的都不一样 比如这个月出什么 这个月出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要吃点 对当季的就算是水果 可以换啊换别的样式啊 我问过我们常常说这样比较漂亮 水果月历真的很漂亮 就是都爱水果啊 不可以换外面吗 不可以换外面吗 不可以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水果最好吃 又最甜的 大家都爱水果 月历可以换啦 不用换啦 用换就大家都会不会说 我这个月要吃到一个水果 生产出来比较漂亮比较好 除了水果是不是可以朝向其他 可能是海洋风啊 还是一些地理地理的那种 台湾风景的部分 但是经由跟所有的那个民众讨论过后 他们都觉得还是要水果 给我水果月历 其余免谈 乡亲们的喜好分明 如果印制其他设计 还表明明愿不拿月历 也不要议员服务处改款 服务地方多年的新北市议员彭成龙认为 有些东西还是老的好 就以民众的意见为意见 大家皆大欢喜 因为它的月历很漂亮 为什么漂亮 它的水果月历很漂亮 水果月历不会很老套吗 怎么会 就是耶 因为看到人家华智设计出来的这个月历 很多乡亲们 他们都说他们的小孩子在国外留学 他都跟我们说都要两学 都要几个 他说都要给他拿去 我感觉他说 现在年轻人的设计 真的不错 印制当令果物看起来栩栩如生的水果月历 对老一辈来说有特殊的情感连结 彭成龙议员服务处 印出一万两千份免费索取 有需要的民众动作得要快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